接着来看到专业级的代理乡镇首长 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 在选前就宣布了退选 却仍然当选 那么他也已经表明了不会宣时就任 那么县政府为了不让乡镇业务空转 派任才刚结束代理镇长一职的江东城来代理 那么今天上午就职典礼上 副理乡代理镇长江东城就表示 将会以0918强镇灾后修复工作为主 于事已制成 各尊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才刚结束代理镇长职务的江东城 高举右手宣示 接下副理乡代理乡长一职 在县府人事处主任曾淑邦的尖交下 代理乡长江东城接下隐姓 正式接任代理乡长的职务 自宣示的这一刻开始 正式成为副理乡第十九届 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选前退选 确认当选上个月二十五号就职日也没有到场 宣示就任 现在不过都不让乡政业务空展即刻派任江东城来代理 今天的就职典礼 提邦大佬 现议员各级代表村长 甚至农会总干涉张素华也都到场庆贺 来翻转我们副理农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农会非常愿意继续的 不能说继续啊 全地的来支持我们的农业的工作 我们也愿意来配合我们所有相助所有的一切的活动 还有希望我议员 两位议员跟王议员跟乡长 跟代表会者要全力以赴 帮忙整修九一八地震的道路 在代理预理镇长期间 成绩表现备受各界肯定的江东城 这一次接任代理副理乡长一职 地方社团协会干部部落头目也都抱持肯定态度 我们一期待江乡长尽快的 他都拿他的本来的魄力来建设我们副理乡 两个月以后希望能够选出我们真正大家喜欢的乡长 因为这个是算代理乡长 我们也很期待这个 这个勘快解决我们的乡长 当完镇长党乡长代理乡长江东城 今天完成宣誓就职后表示 首先将以零九一八地震后修复建设为第一要务 有这个机会来服务的话 我想最重要的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之前的零九一八的池上的一个大地在哪 在我们乡里乡也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个福建福开的工作有一定的期限 所以这个我一定以为第一优先 另外江东城也将凝聚地方农会 部落社区等资源力量共同打拼 公所团队团结一心为民服务 虽然各界肯定也期待代理乡长张东城的新人新气象 不过国不可一日无君 地方乡庆仍期盼 副理乡真正的大家长 能早日尘埃落定 让副理乡继续向前进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告导 感谢观看